大家好 继续我们的潮台之旅 我们的目的地是北台 路边还有这样的小溪水 说明五台山的生态还是比较好的 石板路太颠簸了 所以我的镜头呢 也晃动得非常厉害 大家看 一望无际的高山草垫上 是牛还有马 路上呢 不时可以看到徒步潮台的人 这就到了北台的台顶 夜斗峰 这是龙王庙 也称为五岩庙 放眼看去 在这里可以看到其他四个台 还有台淮镇 从山脊上生起来的这些云雾 大家看看像不像一个生腾的龙 就在龙王殿的门口 我们在中台是能够看到云海 但是到了北台 就能够看到这些云雾 万上呢 不断地生腾 而且这个龙王庙门前的 这个云雾呢 始终好像像一个龙 腾飞的龙 在不断地生腾 这龙的背后的山顶 就是我们刚刚过来的东台 站在北台 是观赏舞台全景的最佳位置 东台 台淮镇 中台 西台 都能够看到 因为有云雾 所以今天看不到南台 这是龙王庙 也称为五爷庙 据说山底下 就是台淮镇的五爷庙 是从这里搬下去的 大家看 有白塔的那个地方 就是中台 它的右面是西台 左面是台淮镇 再往左就是东台 整个这三个台 都在台淮镇的北面 只有南台 在台淮镇的南面 所以说五台山 就像一座莲花一样 台淮镇是花心 五个峰 就是它的花瓣 北台的山顶 还是比较平坦 开阔的 整个是高山草垫 还会有一些积水 有点像沼泽的样子 放眼望去 我们还可以看到云 在向上升腾 这个寺就是灵硬寺 人们把山顶的石头 堆成马尼堆 来进行了祈福 我独自往灵硬寺的后面走 一望无际的山顶 我好像走在天边一样 前面就是夜斗峰的标记 夜斗峰海拔3058米 是华北最高峰 也称为华北屋脊 走在夜斗峰的山顶 环顾四周 是不是有腾云架雾的感觉 这就是夜斗峰的标记 前面就是灵硬寺 这是山顶的小花 在海拔3000米上 还有这样淡蓝色的小花 这就是灵硬寺 始建于隋代 明朝从修 这是之后又扩建的 这是龙王庙后的黑龙潭 潭水长年不枯 北台游览结束 下一站中台